高速公路上冒出浓浓黑烟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却有不少车人在对向车道行驶 这是美国恶害 澳洲发生的严重车祸 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一辆载有超过两万八千公升 柴油的油罐车行驶在桥上 下一秒车辆失去控制爆炸起火 并向右侧掉下桥面 现在一起来听目击车祸的驾驶 当时看到什么 消防局赶到现场后 发现油罐车司机已经不幸死亡 另外在佛罗里达州也发生 货车与牵引车相撞的意外 现场火势猛烈时的多条道路关闭 幸好货车司机人幸存 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两起车祸的原因 都有待相关单位进行调查理清